MUJI 冷凍即食包 Hello 大家好 我是Bu 今天跟大家開箱 MUJI 冷凍即食包 MUJI 冷凍食品分成幾個 category 就是日式魚鎮、日式常備菜和世界主物 其實它的解凍和加熱的方法都有少少不同 店內已經有一張紙寫了出來 另外也有單張可以寫教你如何加熱 後來我發現原來包裝後面都有寫的 真的超級方便 日式常備菜是可以凍食的 我選了這個柚子豐味噌牛榜煮 裡面有牛榜跳和柚子跳 很爽很脆 通常魚鮮包裝都是軟滑滑或者硬刮刮 但它是非常爽口 聽不到它爽口的聲音 它這個爽的程度是 好像真的是餐廳 即刻切完之後拿給你 那個新鮮是保存得很好 雖然是涼半夜的 但它也不會太鹹 那個柚子還吃到一些清甜 它的鹹是少少的 然後也是吃到那些味噌香料的味 是非常之開胃 而且我覺得它整個設計 就是有些蔥、蘿蔔 這樣配上 整件事是煮出來 都已經是很有心思 這個多少錢? 38元 雖然我承認這幾款 其實都不是便宜的 但我覺得是高質 但其實我想說 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半包 還是三分一包 而是一個配菜 可能還有其他東西 還有飯吃 那個份量很足夠 所以這個我會拿到蜜食器夾回去 然後留下餐吃 當然它建議你解凍之後 就盡快吃 不過這個份量我一個人真的吃不完 日式魚棧入面 我就選了日式味噌青魚 這個體樣就已經超級超級正 剛才好像上菜一樣 你明不明 切開看看 好漂亮 魚肉很鬆 本身那個肉質就已經很好 它的魚皮上面的紋 那個光澤 是簡直可以用來欣賞 我先吃它近肚 油脂最厲害的部分 魚味更加濃 你不會覺得很肥嗎 完全不是那回事 而且你不要看它 好像全碟都是汁 其實那個汁不會是很鹹那種 是味增的味 薑的味 哇 這塊魚我要獨吃 其實三個裡面 我覺得這個 感覺是稍微好像是最貴的 其實全部三十多元 但是這個三十多元 一塊魚 我之前是這樣想 會不會有點貴 但現在吃下去 我就覺得不貴 這個是外面吃 八十元 九十元 一個餐的時候 那塊魚的質素 那三十多元就抵了 已經 最後這個韓式燉雞 就是世界主物裡面的其中一樣 這個種類就是集合世界各地 要燉煮的東西 燉煮要很久 所以你現在可以在短的時間裡面 吃到一些要長時間煮的東西 韓國的代表就是韓式燉雞 其實我看過英文 Google完之後 其實是跟人心雞一樣 我懷疑就是因為裡面沒有心 所以它就不可以寫是人心雞 但其實它整個組合 跟人心雞湯是好似的 有糯米 當然有雞 還有少少薑 不過有一樣特別的就是有蘿蔔 好像韓國的人心雞湯 不多有蘿蔔 先吃一塊雞 其實它的雞很完整 對於一個包裝食品來說 不是有些已經切到 哇這個是雞的哪一塊呢 它舊舊也很英俊 味道很像人心雞湯的味道 而且這個雞也是很嫩很滑 其實通常燉品裡面的雞 不是最嫩剛剛好煮好的狀態 但它也不會變得粗糙 但它這個醬還是湯 你當它是很綿的粥 就是稠稠的 跟平常喝人心雞湯 真的湯是有點不同的 那我先吃一下糯米 嗯 很軟熟 剛剛好 有點照口 還有它的醬汁裡面 很有雞精華的味道 像是用雞湯煮了很久很久很久 而吃的東西 還有它有一點薑味 我想這個如果冬天很冷 你再很熱地吃這個 是超級嫩 究竟人心雞湯裡面的蘿蔔是什麼味 蘿蔔超級甜 這一顆日式蘿蔔 完全跳出韓式凳雞這件事 但是它自己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又爽爽 一咬開鮮甜 是好吃的 雖然好像很不適合 試完之後 其實我們真心覺得三款都這麼好吃 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是它發揮到每一個食材的優點 像魚一樣 它的肉質又很好 而且又有魚油的味 清魚本身的味 那個汁也是很不錯 拌飯超級正 而燉餅又真的會有一種很嫩 很飽肚的感覺 開胃菜 簡直我覺得這個是很無敵 爽口 開胃 那個味又調得剛剛好 雖然每一樣是三十幾貼近四十塊左右 但是看這個價錢 好像以我可以外出吃下午茶的價錢 這裡只有一個菜 還有一人份量 那是不是好像不太划算呢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看看它的質素 煮的時候 那道菜是怎樣調味 有什麼組合 都是想得很仔細的時候 我覺得這三十幾四十塊 是值得給它 如果我會回頭再吃 我覺得第一個是這個 那個魚都會 這個始終好像不太適合我 自己的口味 如果我真的想吃人心雞的話 或者會直接買韓國裡面 裡面有整隻雞的人心雞湯包 它不是不好吃的 只是如果我再吃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選其他東西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其實無印有很多東西吃的 如果你都有什麼推介 一定一定要試 或者極服極服的 你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請lik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facebook page 下次再繼續和大家開箱blind test 試吃和試飲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